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師推車來啦 我們交的新車 車展第三台 Town S 2024年的 2月生產 3月領牌 首先呢 再謝謝這個粉絲 先把這個單先轉給我們 先測試 這個最陽春的這個版本 也不是最陽春 它下面是不是有一個手牌的 還有兩個手牌的 喔 還有兩個手牌的 所以最便宜的是539 然後再來第二等級也是五人座的 手牌的是56萬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等級 是59萬 五人座的自牌 再上去625 是有TSS TSS就是有盲點嘛 車道偏離警示 還有預防碰撞 前車死離的提醒 還有AHB 智慧型的遠光燈自動切換 還有油門踏板 物彩抑制系統 好 625 除了多剛剛那些東西 還有多倒車雷達 倒車雷達我們自己裝了啦 原廠才兩顆 原廠兩顆我們裝幾顆 4顆650塊 加科P的工錢 3萬5 科P工錢比較貴啊 然後再來多就是 625的有14吋的鋁圈 有一個比較有感的啦 黑色電折後視鏡 一樣都是黑的 但是這個不僅沒有電折 它連鏡片的調整都沒有電動 所以你是 很屌 我第一次看到可以 上下左右 它是這樣喬的啊 它鏡片不能動耶 所以鏡片不是從裡面調的 它鏡片是固定的 鏡片是不能調的 以前鏡片裡面會有一根棒子 至少可以調嘛 老車嘛 它這個連棒子都不做給你 它直接這邊做萬象街頭 所以這裡有個雲台 你可以這樣轉 所以重不壞 所以就是要手動 所以右邊 你可能要麻煩副駕駛說 幫你調一下鏡片 剛才我就叫我老婆幫我喬 欸 上面臉 它怎麼樣用啦 喔 這樣喔 它就會了 其實也 增進夫妻感情不錯啊 所以其實很夠用啊 就這樣子就好了 欸 我不會尿它 這我覺得不錯 車身有沒有同色 你如果買比較簡配手排版本 可能就是漫巴是黑的嘛 不是不是不是 厚斗版才是黑的 厚斗版才是黑的 哦 面板都是同色的喔 好啦 就這樣 欸 不過才多3萬多那些 什麼TSS 好像有比沒有好的感覺 又不是 Active Plus跟酷 一差差10萬啊對不對 就差3萬 好啦 你自己選 我覺得它有點厚到 有一點那種K卡的感覺啦 就是它燈其實做得蠻低的 欸 這魯素還LED啊 LED 哇 LED不錯耶 還有列OLED耶 煞車油 水箱 雨刷嘛 很方便 哦 水太電速的耶 電速的那樣探不到錢 它以前還有出音響 就是在做汽車配件 我以前都覺得這一種貨車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它沒有車頭 你像一些Kenda啊 林立啊 威力啊 卡旺啊 什麼有的沒的那種貨車 我都覺得他們為什麼都把這裡做平的 感覺撞到就很危險 離駕駛坐超近 也不能開太快啦 開這種車 看有些 開這種車的司機 有的會 衝很快 其實有時候看都會替它覺得危險 但視野很好啊 玻璃都很大片 包括側邊 包括後擋風玻璃 整個都非常的透徹 那底下呢 就都用塑膠的啊 也沒有霧燈啊 欸有耶 這霧燈嗎 還是方向燈 這方向燈吧 這好像是日行燈 這就是Ton S的貼紙 你知道以前這種貨車 商用車都會有自己一些貼紙 包括以前的德利卡 以前的瑞斯 側邊的貼紙也有那個雪山的貼紙 然後現在呢 這個算是山吧 應該有含義 只是我們不知道 好看一下很大的側開 喔 它這個開度比 比林立還大喔 它有80公分 林立只有74公分 就是這個開度 好啊這開度影響呢 就是你搬東西的拿取 這椅子一定要可以翻喔 你身為一個載貨的好幫手 椅子是一定要可以翻的 好它這個開度蠻大的喔 很卡的 就是它的後箱門很大 所以後面不能停的距離太近 你看它距離這麼遠你才打開 牆壁要在這 對等於你車頭要稍微空出去 你才有辦法打開這個 好那這個小箱車 小麵包車嘛 後面就全部都鐵 只有一個很薄的塑膠板 做一下遮擋 遮擋裡面的一些機構電線 薄薄的把它擋起來而已 那車來的時候 它其實就已經都鋪好這個塑膠墊了 這好像是後夾的 你看這還有寫粉筆汁 好它現在出來都幫你加好 以前它自己花錢去做一些 去給人家做塑膠墊 還有一些人是去給人家做 透明的電子 像壓在書桌上的那種 怕傷到 好我們有四眼倒車雷達 原廠只有兩眼 我們650塊有四眼 加裝了 因為這個倒車沒有雷達沒有顯影 不過現在有很多顯影 其實做後照鏡的那種 一個小鏡頭裝一下很方便 所以我是覺得還好不是很困難 我就覺得原廠都這樣 我們去跟人家買650它還賺錢 所以成本可能一兩百而已 你車沒那麼好 倒車雷達你也在省 防疫險前兩年賠的 看2023年一年就賺回來了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拔一些東西才賺回來的 這樣說得過去 這樣我能接受 所以我覺得那蠻便宜的 算了它不給 我們就自己回來裝一裝 看一下後座 這後座比LB差還舒服 我跟你講 帶你們去坐一下 我們這雙側滑 對我覺得這很奇怪 它為什麼要做這個 對啊為什麼 我不知道 它平衡就好 貼個貼紙不是就好嗎 所以我在懷疑它這是有什麼作用嗎 它是蓋子嗎 它撕掉會是一個洞 還是它又貼上去 因為我其實還沒有買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就是貼起來是為了擋什麼東西 其實我查到 但我沒有百分之百確定 是幹嘛 日本是側開 然後那邊是把手 但是我沒有百分之百確定 應該是喔 那你這樣講我可以接受 我覺得你這樣講我可以接受 有可能喔 所以這個打開應該是一個洞 就是留巴塑的空位 對 這打開應該是一個洞 可是你這樣講不對啊 人家日本已經停售了 台灣車型跟日本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是全新車型 大發的事情重點是不一樣的 不是這樣嗎 這怎麼會一樣 沒有啊拿它的模具來開的 後燈就很普通 來看一下空間 其實如果把後座拿掉 露營應該可以全躺 對啊 我們要開始拍一些 跟露營相關的 芒果那個幫它上一下嘛 它拍得還不錯 流量不太好 耶 一直耶 來煮飯 耶 煮好了 耶 看你怎麼煮的 哈哈哈哈 我要來擦 搭帳篷了 就看它鏘鏘鏘叮叮子有沒有 耶 帳篷搭好了 它已經坐在裡面了 東西都擺好了 呵呵呵呵 有沒有那整部片 都在樂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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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 從後到後我都不知道它 怎麼紮硬了 怎麼煮 煮菜的 太悬了吧 宣知又旋的密密 呵呵呵呵呵呵 好 一致把它翻回來 我跟妳講 這比LBX還大啦 而且你不要看它是貨車箱車 這椅墊的厚度沒有比LE差薄 而且這個還折不動喔 你看 還不會翹喔 你看 好 上去了 Yeah 喔呦 打趴一堆轎車 然後這還可以全躺嗎 它只能這樣喔 屁啦 不是說可以全躺 前座可以全躺 哪一個前座不能全躺 哪一個前座不能全躺 它這只有這樣喔 這樣我不能接受啦 我以為這可以這樣整個躺下去 打平耶 我覺得這要打平比較合理耶 你有時候搬東西的時候 座椅全屏 你就不用翻起來 你就可以直接把東西 箱子放在上面啦 後座可以全躺是不是 它後座在哪 前座啦 前座可以這樣 這樣沒意義啊 因為腳沒地方放啊 你看看你腳什麼地方放 你不要說我 連你的腳都沒地方放 你自己看 這腳怎麼可能有地方放啦 中空台才那麼短而已 你腳也敲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前座這樣不是很合理 我覺得要後座全倒比較合理 好啦 最躺就這樣了啦 舒服啦 好 對 後座有這個喔 我跟你講這很賊喔 它的配備表上面寫後座出風口 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是風扇 不是冷氣 就跟那個新Wish一樣 就把前面的風抽來後面 它是風扇它不是冷氣 但它都寫出 一律都寫出風口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它是 它 它如果寫後座冷氣出風口 就不行 因為它寫後座出風口 很賊耶 這樣滿賊的 沒有啦 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它這個應該是風扇而已 沒有冷氣啦 就是想辦法把這個抽過來而已 就門板就這樣啊 而且它喇叭只有兩顆 喇叭只有前面有兩顆 好不好 這前音場沒有後音場 然後這個還是用最原始的 前面兩門電動窗 後面是手搖窗 永遠都不會壞 手搖窗 手搖窗速度不知道怎麼樣 我來打打打看 到底不行喔 這麼安全 什麼鬼東西 所以這只能通風啦 就這樣 沒了 所以你只要轉兩圈而已 所以 所以你做電動的也沒意思啊 因為它只能到這啊 對你就到這 電動就按了 嗯 到了 嗯 到了 這個是把兩個電動窗鎖起來 我不知道說這個意義是什麼 它的側門很難關 很難關 你 輕輕的 很長 你關完了 回去 你只要太輕 關完回去 你會發現儀表跟你講說 你門沒關好 它這個側門要關要出點力氣 這才是標準 有那個碰的那個聲音 You know 真的啦 你不要想輕 像剛剛阿呆你剛剛關在那邊 我才想到了 你關太輕 你那個門一定沒關好 我覺得 你 蛋板你想要這樣輕輕的這樣 它是關不好 它這個門的正確的關法就是 像魯人勒數 你有沒有看過 就是趕快要跑了 對 電視的那個就是這樣 而且 一定要碰以後這個 鋼板要震動喔 你再看一次 你注意 Tag這邊喔 你要關到那個鋼板有震動 才是真的關好 OK 這邊喔 注意喔 來囉 有沒有震動 有吧 門大 肉眼可見 它有那個鋼板這樣震動 那代表就關好了 你看你剛剛那邊的門就沒關好 現在裡面亮著 這邊來 我剛剛就是為什麼我想要補這一趴 就是我看你關這個門 我就知道 你一定沒關好 現在裡面的燈是亮著的 對不對 嗯 有沒有 剛剛我們要出發的時候 是不是也一個門沒關好 對 就是你 你沒有讓它鋼板震動嘛 你懂嗎 不要那麼大力啊 沒有 它這個就是要這樣 我們出來就是走一個粗礦 如果在上火 關時間 警察要來開關 我紅線零停耶 比如說嘛 趕快關了趕快浪槓了啊 就是 有沒有震動 有嘛 關好了 懂嗎 然後這個是CAMERY舊款的方向盤 那我覺得它跟這個不太搭 因為我覺得貨車就應該要有一個貨車 比較接近貨車Style的方向盤 胎壓警示 後霧燈 關閉循跡防滑 大燈高低的調整 停車自動熄火的關閉 那這邊有一個像QNEW的一個拉桿 就在開前面的引擎蓋 回來的時候呢 我找了一下油箱蓋 油箱蓋開關很可愛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油箱蓋開關很可愛 有沒有 一個小舌頭 黃色的小舌頭 你再搬一下油箱蓋就開了 它把這個警示牌 普太計 工具包 是放在前面的 還有反光背心 有沒有 上次不知道哪部片我講 反光背心要放前面 HBX HBX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 你看這個完全是 直接幹到底的 沒有阻尼的 很正常吧 大小也還不錯 而且它是做這個像桶子的角度 我覺得還蠻好放東西的 一般是有點斜度的嘛 我覺得平插的最不好 就是它的很多歐洲車都會設計那個 手套想打開東西是平插的 對 因為你做這個高度其實你看不太到 你裡面放了什麼東西 你也不可能 你折不太下 你要這樣看 所以我是覺得做桶型的比較好 然後這個是藍牙的喔 這藍牙的喔 你看 這裡還有一個USB 應該是隨身碟放歌曲嘛 欸我跟你講 你知道這一台現在都大概 網路在賣不會超過500塊 500塊左右就可以買到一台 有藍牙功能的主機了 我記得我們那個SALON啊 上面那個啊 我記得也是可以隨身碟的 500塊吧 啊你像它500塊 如果以它們在做的話 可能成本大概200而已 跟那個一樣啊 倒車雷打一樣啊 我們買回來650 那成本兩三百吧 搞不好還不用300 所以很多東西其實蠻便宜的 還有一個盲點 對我們還幫它加盲點 來來來我告訴你 欸這盲點2000 以前1415年的時候 有一些Honda Fit有沒有 它會裝盲點給客人 就是這種外廠的 長得類似就是這樣貼在一起住 姑且不論準不準確的問題 之前那個喜美的時候 我為什麼一直在講說 它為什麼不給盲點 說什麼國外缺晶片 2000塊 你缺什麼晶片 2000塊 我們買2000啊 你買可能800600 你跟我說你缺什麼片 呵呵呵呵 很想起的 你知道嗎 尤其是你後面你還降價了以後 你還說 再加盲點這樣 前面那些信仰值 這麼高的人 你這樣消費 我真的喔 去不去 你如果說跟車那種東西 我覺得就算了 對不對高科技配備 還是環景 那真的就真的是 要比較多鏡頭嘛 處理器也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東西 就跟倒車雷達一樣 它就是很便宜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覺得 賣車要賺錢是一回事 但是要有道義啊 好不好 道義有道嘛 再來就很簡單啊 室內循環跟室外的循環 就是撥桿式的 很棒 車子壞掉了都不會壞掉 然後這個轉盤式的溫度控制 這個也很棒 排檔桿做懸浮式 就是附一個OD檔 OD檔就是鎖三檔 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是三檔 OD顯示在這上面以後 它叫省油檔 就是你車子到三檔之後 不會換到第四檔 那就是避免你在三四檔之間 頻繁的切換 你如果是在四驅道路 有可能你才剛跳上四檔以後 又紅燈了 那又要降檔 所以就避免 頻繁的在三跟四之間切換 以對應你四驅停停走走 或是紅綠燈跟紅綠燈之間 路程很相近的時候 在那邊頻繁的跳檔 就用這個方式 OK 沒了呢 沒什麼 就這樣啊 這空空啊 你想要說什麼 要給你看 媽的 沒有化妝鏡 為什麼不給化妝鏡 化妝燈也不給 這麼薄 比我馬子用的超薄型的 衛生棉還要薄 要這樣尿啊 哈哈哈哈 手把還不錯耶 手把有給三個 五個耶 它這裡有做手把 那邊有做手把 那這邊沒有這個 其實它的車身蠻低的啦 因為你如果說是特別高的話 上車才需要這個東西嘛 就大概跟休旅車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蠻適合 平日使用的 你想想看喔 你現在五十幾萬 不到六十萬 你能買什麼 Core Plus Core Plus 所以這為什麼會買爆 我就買這個就好了 我認真嚴格想起來 今天我如果不是做二手車的啦 我如果是一個普通家庭 加設 我的預算就是六十萬以內 Core Plus跟這個車 我可能會選這個 我覺得這很棒啊 當然啦 我想實在話啦 如果你真的大部分時間 都是一個人兩個人的話 後面是大部分真的會很空 換一個說法說 如果你是會有家庭需求 你家裡只有這台車 你有時候可能會 要載父母親出去幹嘛幹嘛的 Casco 之類的 這個車就超好用 油耗比較兇 我覺得 前提之下啦 你沒有開那麼多啦 你就是那種小家庭 你要偶偶開開出去 上下班也都還OK 其實優先我真的覺得 沒有差那麼多 它表定我記得是15 但我實際開大概10點多 好啦還不錯啦 好啦 注意試一下啦 這 我們都被蓋起來了 走 Let's go 封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聖帕斯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我懷疑這0到100 可能10秒左右而已喔 10秒 蛤 10秒 算快了吧 蠻快的啊 我說我懷疑啦 我們又不能撤 欸 撤了會被尿欸 哈哈哈哈 我們又不能撤 我只是覺得它起步很快啊 這個欸我也是開一桶油了啦 我跟你講這台車油耗真的是 它這油耗是一格一格的嘛 它那個一格一格在掉的速度 是肉眼可見的 有些車子你 你很難會看到它掉的那個瞬間對不對 嗯 但這個 油表你可以 我可以看到它掉的瞬間 開開開開 少一格 少一格一下 我這一桶油呢 34公升的油 然後開了360公里 所以一公升換算起來10.5 所以一公升10.5 好油啦 但是我是覺得猜測得到啊 因為商用車它扭力 會做的比較大 而且會做的比較靠前一點 所謂的靠前就是 它的扭力會做在轉速很前面的地方 所以你隨時在使用都可以發揮到它的扭力 97匹的馬力嘛 13.7公斤米的扭力 後輪驅動 這要怎麼講啊 我們當然不能用駕車的標準對不對 但依商用車的標準第一個是 因為我的腳比較大 所以它的左腳其實沒有地方放 你看我這樣放很奇怪 很憋腳吧 我腳如果放在這邊是很憋腳 就好像KK的 對不對 那我要放在這個又 也是蠻憋腳的 你看 腳盤被折到 所以開這台車我 如果稍微開久一點 我就對於這個左腳 要放哪裡 這件事情我就是常常會感到很啊漲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椅子會熱 它這個算是引擎發熱的 因為引擎在這個底下 我跟你講有感喔 不用開太久 你開個10來分鐘 屁股就熱了 你屁股熱的速度跟水溫燈熄滅的時間差不多 不是一開始發揮一個藍色水溫燈 對啊 還沒到水溫嘛 對不對 那個就是你的電熱儀的 預熱的警示燈 等到那個藍燈 水溫的藍燈熄滅之後 就代表你的椅子預熱好 已經開始可以熱了 不過冬天應該是還不錯啦 那夏天應該 鼓勾應該會流汗 是真的有感 而且它椅子很薄啊 所以這個真的是熱到有感 那沒有隔音 這個應該合情合理嘛 輪子很小 所以你轉彎的速度也不能太快 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嘛 風切聲很大 隔音很差 都很合情合理嘛 其實我認真講喔 這個我先做一個總結好不好 我覺得這車可以買耶 很好開啊 視訊很好開啊 有一種反普歸真的感覺啊 你知道其實常常喔 我們開轎車開久了 真的偶爾給你開到商用車 其實會有一種反普歸真的感覺 我覺得開到商用車 不管手排自排 就是會很愉快 所有的東西都非常的簡潔有力 要什麼沒什麼 不用思考太多 不用煩惱 它會被自動幫你煞車 碰到比較嚴重的撞擊 你也沒有什麼好留戀 一切就是這麼的雲淡風輕 然後它有那個自動熄火啦 我也是上車就是把它關掉了 而且有循跡防滑系統 雙安全氣囊 然後這個方向盤就是 2005年Camry的材質 旁邊很醜 因為它原本是有快捷鍵的 全部都拿掉了 這個我懷疑會不會是 2005年庫存作勝的留到現在 要不然就是把2005年的模具 再拿出來再生產一批 我是覺得這個方向盤啊 跟車子本身不太搭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有點突兀啊 不像是商用車的方向盤 沒有重新設計 我是覺得很會省錢很厲害 就是你在100以內都是很好用的 那爬坡呢 等一下我們爬看看好了 爬坡都爬得上去啦 是聲音比較大聲而已 就是轉彎 因為它輪子很小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所以轉彎也不要太快 所以自然而然你開這個車 你也不要想說 要把它開得很快 除非以前會看到一些小貨車 會去改避震器旅圈 把它改寬 有沒有 結果看到一些貨車開得很傻 可是我覺得你要開得很傻 你就不用開這個車子 我覺得這個車如果買回來 你是需要空間的人啊 我覺得載人什麼都很方便 我覺得這個真的拿來代步 試去用 你如果真的想要載東西 難怪這個車賣到要等好久 我們真的要不是運氣好 我們的粉絲這樣子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開箱得到這台車 要抱著感恩的心態 來開箱這台車你知道嗎 據老闆娘的反應是 做起來其實還不錯 它覺得有點晃 因為這車輕嘛 過彎就是晃來晃去 這也蠻正常的 不過我跟你講開這個車啊 我在上下班代步 我覺得很容易被欺負 欺負嗎 對大家要切車道都撿你 它不會撿別人 或是它從外車道要先 要排隊要下交流道 它要撿 它一定會挑你這種車來撿 我常被撿啊 撿車道就試著挑軟的吃嘛 你知道嗎 我以前有那個同事 就很愛撿車道 就大家都在排隊 要下交流道有沒有 它絕對不會從後面排 它就算它有機會 在後面排 有些切不進來嘛 有沒有 排隊伍太長了 它發現了說 它已經來不及排隊了嘛 那它可能不得已 它還會很不好意思 可能趕快想辦法有的差 它就差 那有些是什麼 它有的排隊它不排 它要衝到最前面 快要到交匯的地方 所以它才要進來 因為我覺得那種感覺很討厭啊 因為你做這件事 你會覺得好像你自己被人家討厭 對不對 那我就問它 你這樣撿不會覺得都被人家討厭 它說你要被討厭的勇氣 而且啊 我說你不會怕切不進來嗎 它說不會 依它二三十年開車的經驗 一定會有人讓你 當然我們不溝通這種行為 大家不要模仿 但我是不喜歡啊 我覺得會被討厭 能排隊我們就盡量排隊 喔這虛位其實 好大喔 都沒有動嗎 都沒有動 你看輪胎有動嗎 沒有啊 它應該是越慢會越那個啦 越慢越鬆 對越慢速度 虛偶又越大 來爬坡 來了 來上輝了喔 奶超好用拚 拚經濟 聲音很大 爬得上去啦 我們也是限速啊到限速了 OK啊 可以吧 這樣算爬得上去吧 可是這個車我跟你講 60你會覺得像80 聲音很大聲 風接聲很大聲 所以 也不錯啊 這樣就是 主動 抑制你開快的欲望 讓你覺得自己好像已經很快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就會放慢你的速度 很夠用啦 這車平常真的蠻夠用 可是你 你就是會常常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我開這個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車一定很好油 因為你就常聽到 它在講的 引擎在狂吼啊 這怎麼可能省油 而且我記得還有斜坡起步耶 有 上坡起步輔助系統 是說自排其實不太用 對啊 它反而手排沒有 對啊 我覺得手排比較需要 它是四速的自排 它就很傳統的東西啊 它這個1500系列引擎 也是他們用了很久的東西啊 對 我先講 它這個坐姿比較高 還是我比較高 沒有 坐姿比較高 我這樣完全看不到紅綠人 我要講 有綠人 被天鋒擋住 對 被這個擋住 完全這樣瘦下來 所以應該是它 不知道是放引擎 還是我們設計的關係 這個椅子真的坐得蠻高的 那視野都很棒啊 那貨車玻璃都很大片 視野很不錯 頗有日本的K卡的那種風味 其實你說它側景很大還好喔 不過它的側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 就是沒有那種 我以為它應該會 再更 對 再更 側景大一點 其實真的 比想像中少一點 還是會 還是有 因為輪胎很小 還是因為速度 沒有太快 我速度也不敢開太快 不敢把翻車啊 這感覺重心很高 對啊 它這種車本來重心就比較高 很舒服 很自然的 可能是因為 我們以前開的就是類似這種 自然進氣嘛 1500、1600、1800 然後四速自排 所以我們對它這個系統 很熟悉了 對它這個變速的邏輯 腳的踩踏的方式 開踏的方式 其實我很熟悉了 所以我一切就覺得好順喔 它什麼時候要退檔 什麼時候要進檔 然後這個油門的反應 我們覺得開得好熟悉 超熟悉 開起來其實蠻鱸魚得嘴的 很好玩 然後方向盤也很大 開起來就是完全的上輛車 很懷念以前打工送貨的時候 打工在送貨是開什麼 瑞絲 以前是瑞絲 我知道了 我以前還沒有 Toyota還沒有出這種小麵包車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就在想 為什麼Toyota都不出 我說Toyota這個一出 30不用混 我那時候就心裡在想 對啊 它是看不屑這一塊市場 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那個零力啊 從最早以前的威力有沒有 那種賣麵包 為什麼它叫麵包車 以前賣麵包車用那個車在賣 你知道嗎 你有看過那種麵包車嗎 它後面改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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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板有沒有 拉出來 都是用威力啊 那時候都用威力 後來有一些是零力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Toyota為什麼不出小麵包車 他們靠小麵包車鄉型車 在台灣賺很多錢耶 賣很多耶 你也想像得到吧 路上你看 一定時常都看得到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Toyota不出 這Toyota一出 絕對拿掉它一半以上的市場 我是這樣覺得 結果一直等到我四十幾歲 它才出 它可能這個小麵包車給 三菱賺的大概20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看一下我沒有 距離顯示倒車雷達 我上次還沒有裝的時候 我對對對 裝到我家的點灰條 輕輕的動一下 我靠北 結果我停車位後面有一個條 輕輕的頂到一下 下來看好險沒怎樣 所以其實倒車雷達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 我有發現一件事 以前那不是很帥 倒車這樣 對啊 夾一張票 我想年紀大了轉不太過去 卡卡的 會哀啊 年紀大就是什麼 哭下去 會揹起來 要坐下去 哎呀 真的 泰山最會這樣 對啊 泰山只要從它的辦公椅 要站起來它就會挨一下 要坐下去也挨一下 你如果叫它這樣轉 它可能會 這樣喔 其實真的不好轉 然後再加上可能是 這個有倒車顯影跟雷達習慣 所以你很少會去 再去做這樣的動作 嗶嗶 Match Match的喇叭聲 不過剛剛講說 雖然我覺得說 這個空間上面比較大 可是事實上 它開起來 靈力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 以鄉型小麵包車來講的話 靈力開起來稍微 安全感會再比較 再多一點點 應該 喔喔 呵呵呵 但這個車就是跟TOTA 以往的慣例一樣 開起來就是很輕快 所以你本身 不會有什麼重量感 就真的很輕 自動洗舞關掉 它這個是常駐開啟的 所以 你只要一重新發動 停車的自動洗舞功能 它就會打開 所以每次上輪車第一件事情 我就把它關掉 不錯 有自動頭燈 現在基本上都有配自動頭燈 那剛剛有講 比較高等級的 有自動眼光切換 我是不喜歡自動眼光切換 有時候它切換的時間 會很奇怪 你都覺得好像會照到別人 欸 忙點叫 旁邊有一個摩摩車 我們忙點有用 兩千塊 怎樣啦 不用等小改款 不用等家配備 不用精裝版 不用精裝再精裝 我們自己裝 好啦 那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就是我們當初 為什麼會訂這個車 是 一個嘛 車展 車展看了嘛 那就想說 這個車 其實也滿熱門的 那我們還想說 這個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想辦法之後呢 慢慢做一些 簡單的 小小的 改裝吧 一個就是我們想說 可以開這個車來 出去吃一些美食啊 可以拍一個 當出外景用的 一個 外景用的車 那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想說 如果之後可以 拍一些微露營的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還用這個車子 來開 不過因為真的五十幾萬 我是真的覺得 滿便宜的啦 我們買那個其他車 現在動輒 九十萬 百萬 超過 那個對我們來講壓力很大 那便宜的車回來 也滿有趣 好玩好玩的 剩下真的就跟我們傳統 跟我昨天播的那個沙龍 差不多就這樣而已 差不多啊 冷氣控制啊 多乾啊 對啊這個都一樣啊 剛剛在山水綠 我們在拍 遇到一個粉絲嘛 他們公司是在賣肉品的 他們說公司有好幾台 這個啊 零力跟這個 他們公司都有 大家跟我分享 他覺得零力開起來 比較扎實 比較穩重一點 那他覺得這個車 雖然容量滿大 但是他覺得滿空洞 滿輕的 滿飄的啦 他覺得開70就滿飄的 那他認為零力他開起來 70他還不至於 有這樣的感覺 這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 以商用車的角度來看 這個車屬於空間比較大 然後也是比較斯文的類型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 可能會買這個車回來 往戶外跑 自用 對 自用會比較多一點 好啦 差不多啦 這個車基本上簡單 好跟大家分享 我們回來 未來做一些節目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問 我們應該暫時這個車 是不會賣的 上次有一個人看到 我們去交這個車 有一個觀眾啊 他打電話來說 我有一台 不知道開幾千啦 然後你們要不要買 它是62萬多的 然後我們就 是喔 那你要賣多少 你知道賣我多少 62萬元價 他開多少 3千左右 不是啊 賣我原價 怎樣 你要幹嘛 那心態是什麼 因為他想說 他幫你排隊的概念 手續費的概念 不用等 他順便白嫖了3千這樣 就等於說 你叫他幫你排隊去買 好吃的甜甜圈 對不對 買10個 他先吃了3個 對 然後還要賣你原本的價錢 類似這種概念 是不是 他有吃咧 他不是沒吃咧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代牌要錢就算了 排到就給我 0公里 其實這車高滿高的喔 我到有些停車場 下去會啪啪的 喔對喔 這個車好高 這車其實滿高的喔 對啊 我上次去 那叫什麼 軍越飯店 軍越飯店 不知道是不是他停車場比較舊 還是怎麼樣 哇那 其實下去有點怕怕的 那個水管覺得 我都看到水管這樣 從這邊 離穩近 離穩近 對 這車比想像中還高 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個湯S 一桶油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給你小鈴鐺 老師推測 咱們下次見 拜拜 JD 我先走 1 2 2 1 好